大家好,今天來聊台灣的深化加晶圓代工廠 是化合物半導體中的台積電嗎?現在就深入了解 今天是回應社群投票的朋友 想要知道的公司是文貌 公司簡介文貌全名為文貌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1999年 是亞洲手座椅6吋晶圓生產深化加微波通訊晶片的晶圓製造商 從2010年以後成為全球最大的深化加晶圓代工廠 公司營收比重深化加晶圓代工佔98% 其他佔2% 2020年第四季產品應用比重 手機行動網路約佔40%到45% WiFi約佔15%到20% 通信基礎建設約佔15%到20% 其他約佔22% 文貌主要是從事深化加微波機體電路晶圓之代工業務 提供HBT等微波機體電路 離散元件與後段製程的晶圓代工服務 應用於高功率基地台 低雜訊放大器 射頻切換器 手機及無線區域網路用 功率放大器 以雷達系統上 文貌目前提供兩大類深化加電晶體製程技術 分別為一直接面雙極性電晶體 和應變式一直接面高纖餘粒電晶體 兩者均為最尖端的製程技術 在光通性及3D感測領域中 文貌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從公司的簡介中很難清楚的理解 文貌到底是做什麼的 進一步的來了解 深化加 化學試試 是加和生兩種元素所組成的化學物 半導體材料 用來製作微波基體電路 紅外線發光二極體 半導體雷射器和太陽電池等元件 深化加材料製程的功率放大器 是發展5G不可替代的材料 對比較常見的細半導體而言 深化加半導體具有高頻、抗輻射、耐高電壓等特性 應用在主流的商用無線通信、光通訊及先進的國防、航空及衛星用途上 其中無線通訊的普及更是催生 深化加代工經營模式的重要推手 在5G時代、4G手機上所使用的PA、功率放大器並不會消失 而5G的PA、功率放大器就是多出來的需求 可以想像當現今世界每個人都忍手一支5G手機的時候 對於PA、功率放大器的需求增長是多麼的可觀 隨著5G趨勢的來臨 面對未來高頻時代 5G裝置所使用到的PA、功率放大器數量 市場上的一估將會比4G的用量最少多了30%以上 而且為了配合5G的中端裝置、手機、平板、無線通訊等設備 就必須全面更新基地台 這部分還不包括3D感測與Wi-Fi 6 市場都預期會有旺盛的成長需求 在5G基礎建設上同樣會使用更多更多的PA、功率放大器元件 所以在產業的趨勢上 文貌除了有足夠的題材外 在5G趨勢的來臨 更有不可替代性的優勢存在 體質減式 文貌的股本是42.41億 是屬於小型股 文貌在1999年成立 在2011年上櫃 上櫃至今9年 市還沒有經歷一個10年的經濟景氣循環週期 不過今年2021年是邁入上櫃後的第10年 文貌從上櫃以後到今年 每一年都是賺錢的 而且獲利EPS是逐年在成長 獲利的能力是相當的不錯 而且往後還是有成長的動能存在 因此對文貌是小型股可以不必太在意的 文貌整體體質除了股本小以外 其他都在標準之上了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是一間優秀的好公司 獲利能力 文貌從2011年上櫃以後至今9年 每一年都是賺錢的 獲利是逐年成長 從2011年EPS是2.04元 成長到2019年EPS是10.59元 創下歷史的新高 來看一下文貌去年2020年的表現 第四季營業收入是68.61億 較前一季的65.66億是增加了4% 較前年同期的69.04億是減少了1% 稅後淨利是12.76億 較前一季的19.67億是減少了32% EPS是3.07元 第四季獲利下滑原因是 營業毛利率及營業經歷率 均較前一季減少了8.4% 分別為35%及24.3% 主要為產品組合的變化 及新台幣升值等不利因素影響 2020年累計營業收入是253.67億 比起前年同期的213.5億是成長的18.81% 稅後淨利是64.69億 比起前年同期的44.01億是成長的47% 全年EPS是15.45元創下歷史的新高 獲利的表現是真的很好 鼓勵政策 延續10年配發鼓勵 合計發出28.83元 文貌在2017年以前 配發鼓勵是多不到現金2元的 盈餘分配力也是不高不穩定的 從2017年以後 是至少連續配發現金4.5元以上 去年2020年是配發現金鼓勵7元 是並列歷史的新高 2017年以後的平均盈餘分配率是70% 去年2020年的獲利 EPS是15.45元 以七成的配取率推估 今年的鼓勵大約是配發現金10.08元 沒意外的話也將是創下歷史的新高 股價評估 這邊還是要強調一下 價格只是個人認為的價格 沒有任何推薦個股及買賣的建議 文貌的便宜價為96元 合理價為145元 行貴價為215元 深化加晶圓代工產業中 文貌市占率約75%以上 遙遙領先其他公司 加上代工產業都會有大者恆大的趨勢 目前文貌為了搶進第三代半導體 碳化器與氮化加商機 在2020年10月7日 已經獲准進駐南科高雄園區 依據四支850億設廠 未來產能將超越現有桃園廠兩倍 持續坐穩全球化合物代工廠龍頭寶座 所以文貌又有化合物半導體界的台積電支撐 買賣策略 參考回顧一下當時分析台積電操作的策略 在公司沒有明顯的轉換或清爭力下降之前 對於成長股是採取定期定額加低點逢低買進 因為現在的昂貴價可能就是日後的便宜價 當時分享台積電時是346元 而現在呢是600多元 所以文貌我們一樣採取台積電這種成長股的買進策略 每個月買進100股或者10股或者投入固定金額 是個人能力定期定額的買進 等有低點來臨時在整張買入 這種策略是會比較適合的 展望未來 從各種研究報告中 及文貌目前的營運狀況都可以發現 文貌是有持續在成長 也是持續坐穩產業的龍頭 而且加大競爭者之間的差距 一間好的公司能夠有現在穩做生化家代工產業的龍頭場 其團隊一定有厲害的地方 從文貌的自由現金流量及負債趨勢中看出 第四季資本支出雖較前一季增加 但自由現金流量仍有小幅的淨流出 第四季季息負債 雖較前一季增加 但負債比例與前一季是相當的 這些都在在顯示文貌財務結構仍然穩健 獲利能力依然是充滿了動能 進入傳統淡季文貌預估 2020年第一季營收 一季將較前一季減少 ROADTEAMS百分比 2020年第一季 毛利率預計為 MED30的水準 也就是 第四季營收減少11%到13% 毛利率維持在35% 大約是在61.11億到59.74億之間 如果營收是維持在這個水準 也是會創下同期的新高 目前一月營收是21.05億 月減8.44% 是受淡季及農曆年長假 工作天數較少等因素影響 但還是較去年同期成長了4.37% 也是持續在成長 世界各國持續推動5G基礎建設 5G滲透力提升 Wi-Fi 6 淡化加等各項新興應用 在這波5G與新興應用產品中 文貌將不會缺席 也將會是文貌營收成長的動人來源 本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如果喜歡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